住酒店比住房车舒服啊 那是因为你没有遇见它 它可比酒店舒服多了 B型房车的通过性 C型房车的大空间 这不就是在说它吗 关键是它的外观啊 也是非常的低调大气 白色车身搭配的是黑色银色的双边拉花 更加低调 长5米99车宽2米3 车高2米85通过性啊 非常优秀 而且的话呢 无论是限高还是限宽 它都能轻松通过 采用的是一维克Ocean底板3.0T排量 8AT的柴油自动的变速箱 动力十分澎湃 开在路上就宛如猛虎下山 一往无前 在后方的话呢 2米5x3米的户外这张棚打开它 您就可以属于您的专属小院 朋友一起在户外聚餐 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上方还有LED的照明 为你提供一个很好的照明系统 务须您再去搭建其他的外部电源了 更加方便 天气好的话呢 在户外做饭 柴油炉也是派上了大用场 5个单位进行调节 最高火力值能够达到5000瓦 最低火力值能够达到600瓦 那么金炒烹炸样样型 5米火防强风的性能 在户外做饭使用起来更加安全 经常使用调味料的 我们可以放在这个里面 因为它是内外关注式的储物空间 不用来回的上下车跑了 无论是在车内做饭 还是车外做饭 我都方便拿取 车尾部是选装项 自行车架以及后爬梯 可以根据自行需求来进行选择 备胎呢也安装在这个位置啦 出行的行李如果太多 担心没有地方放 来可以看这儿 你看这么大的空间呀 放上5到6个大号的行李箱 也是完全轻轻松松的 面还有独立的灯光控制开关 拿取行李更加方便 并且还是内外贯通式的设计 在车内拿取行李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放在的空间更加宽敞 副驾驶可以180度旋转的 经常能够见到 但是主驾驶能够进行180度旋转的 可真的很少见呀 但是飞翔就做到了 这就是意识力 二排的航空座椅呀 具有通风按摩加热功能 还有手机无线充 那么舒适性会更强 旋转之后的主副驾驶呢 与二排形成了多功能的会客厅 可以容纳四个人 前提侧还有隐藏了一张桌子 两种尺寸供你选择 53乘以70公分可以满足两人使用 经过拓展之后呢 变成53乘以120公分 然后我们这么大个尺寸呢 五到六个人使用也是完全OK的 不用的时候呢 就把桌子藏起来 会客厅空间会更大更宽敞 内侧还有五孔插座 以及USB接口 用电也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呀 墙体侧还有外推窗 带有隐私链和防污链 通风换气以及隐私性 都是相当在线的 俗话说的好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 饿得慌 那厨房就发挥了 这非常重要的使用 隐藏的小桌板 织起来可以放置洗好的 备菜以及调味料 整个厨房的台面呢 也是相当宽敞的 内置柴油炉 火力一直非常的猛 煎炒烹炸样样型 上方铺设的是微镜面板 打理起来更加方便 湿抹布一擦就干干净净了 犯的油烟问题的话呢 应该怎么去解决 上方的吊柜内 内陷了一个强牌的抽烟机 通过一键下降的一个操作呀 油烟机距离炉矩更加近了 然后呢 抽取油烟的效果会更加好 更加方便 并且上方的储物空间会由一变二 储物能力更强 奥娃式的衣帽间 您见过吗 还是三层的设计 上方可以放置床单 被罩等 中间可以挂放 比如说长串的衣物呀 下方为隐藏的地下室 放点贵重物品的话呢 也是可以非常隐蔽 不易被发现 内身间内的空间呀 也是完全宽敞的 一个人在里面使用的话呢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带着小朋友洗澡也是可以的 里面的配置啊 同样非常齐全 洗漱以及方便都可以实现 整车呢 还为大家准备了两张床铺 第一张也就是后方的固定纵床 一米三乘以两米的尺寸 还自带了7.5公分的高密度海绵床垫 舒适性呢 是相当在线的 下方就是隐藏的三排独立汽车座椅 可以独立调节 满足六人出现的需求 第二张床为隐藏的升降吊床 同样也是一米三乘以两米的尺寸 上方铺设的软包 沉重可以达到六百斤 两个人睡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水电上还有三千瓦的立面器 一千两百瓦的太阳能板 八百安时的理定池 两百升的清水箱 以及六十八升的灰水箱 大水大电完全够用 开着这款车出去啊 是不是吊打其他房车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